羽球官吏每个球场都有人在打球 有的是一对一 有的是两两对打 趁着运动场馆开放 再加上奥运羽球赛中华队打出好成绩 球友们多少会聊一些羽球选手的话题 就是他们的轮转啊 分球啊 那带志颖的脚动作啊 一些前场后场这样调动 都觉得真是学习的对象 跟他们说他们也是努力来的 不会说就是他们都是天才 当然体育都是要看到一定的天分 但是其实还是要努力 我们当然就是刚开始都是以小孩子兴趣为主 他真的有兴趣的时候就 就是像他现在慢慢有兴趣的时候 就特别会请教练那个人来教他 不少人会利用晚上下班或假日时 约三五好友来打球 不过现在仍是疫情期间 即使是运动要大口呼吸 还是得全程戴口罩 呼吸难免会受到影响 再加上一流汗口罩也湿了 得多戴几片来换 就看个人 像我比较容易流汗 对 所以我口罩撕掉 像我刚刚有点喘不过来 我就直接换一个 因为我教课就还要跟学生去讲话 不会说就这样子默默的打这样子而已 如果他全撕的话我就换了 对因为会不舒服 因为如果撕掉的话会变成透气不是很好 虽然是疫情期间 还是挡不了大家的运动魂 而羽球馆业者也遵守防疫规定 请入管民众食联制酒精干洗手等等 入场人数也控制在50人以下 让羽球管理重现挥汗打球的热肉场面 因为毕竟疫情期间那两个月大家都停了很久 那即使是戴着口罩打稍微比较闷热了一点 但是其实打球的意愿的人还是很多 对对对那相比之前的话 其实连这种离风时间不是巅峰时段的人数 其实都相对很多 羽球算是比较好入门的一种球类运动 趁着奥运羽球热潮 羽球馆重新开放 让喜欢运动的人不论是晴天雨天 都可以有地方打球 切磋球技舒展筋骨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好 avi 喝 伾格 喝 伺奋 喝 喝 喝